哈喽大家好 我是良兄 欢迎来到大鱼大乐的分享时间 好久不见了 欢迎回来 由于某些不可抗拒的因素 这个频道我已经停更半年了 那么从今天开始 我会继续每周为大家带来更多精彩的视频内容 我准备了非常多待见内容即将发布 另外在我的频道这个推荐列表中 我还推荐了两个频道都是我创建的 第一个是良兄游戏解说 这个频道主要是发布一些游戏视频的各种各样的游戏视频我都会发布 还有一个是良兄解说 这个频道主要是发布一些网站项目的 想赚钱的话可以关注这个频道 另外这个频道还会分享一些 例如youtube等其他视角媒体软件的一些教程 感谢大家在我频道提供的专专程程里还在继续的关注我 非常感谢大家 今天我给大家分享一个新的抓包软件storeslifer 它可以完美的替代被下降的抓包神器sore soreslifer目前已经从1.0版本升到了2.0版 它不仅有http解密功能 像锻炼重写 脚本重放和过滤区等功能都具备 另外它还有一个非常有特色的功能 就是支持多设备云同步 像锻炼规则和脚本等数据都可以储存在云端 这个方便又强大的功能 后续我会告诉大家具体的用法 现在我们打开storeslifer app 来到它的首页 这里提示http解析功能未开启 我们按照提示安装一下证书 下载好证书以后 在设置页面的物品与设备管理中 找到以下载的描述文件 点击安装 输入一下手机的手密码 验证一下是本能在操作 这里还需要再点两项安装 安装之后会有已验证这三个绿色的字 然后我们返回到关于本机中 性能一下配置文件 返回到storeslifer就可以看到当前胜出以性能的这个提示 只需要花一分钟就可以将这个抓宝软件设置好 这个抓宝软件跟htp卡丘一样 需要付费才能永久接手会员功能 htp卡丘是28元 但这个软件只需要18元 这个软件是新出的 不知道以后会不会涨价 强硬的话 建议尽快去下载激活它 会员功能才包含解析htps和自定义规则断充写等等 咦 账户约有怎么不足呀 原来是这个苹果手机的微信小号里面没有存钱 我转些钱到这个手机的微信小号里 再重新支付一下 ok 购买好了 永久vip开通成功 购买之后可以支持五个设备同时使用 也就是说用其他的iphone或ipad登录同一个appleid下载这个软件 可以免费取获会员功能 刚才我们花了一两分钟 银箱软件都设置好了 htps支持已开启 相关证书也已经新嫩 现在可以回到首页开启抓包了 第一次使用这个软件抓包时 会有一个添加wip配置的弹窗 点击允许就好了 我来简单演示一下抓取一些图片或视频 这里打开小红书 还有淘宝 随便浏览一下 如果没有抓包工具的话 淘宝软件里面的图片只能截图保存下来 现在我们可以从抓到的图片数据中随意的选择预览 或者是下载保存的相册 在抓包历史的记录中 记得将抓取到的数据删除 出就用完了就删掉 不然会越积越多占手机空间 重要的数据可以单独设斗起来防止误删 这个软件的图标是可以更换的 大家可以改为自己喜欢的颜色 刚才是在1.0版本上给大家演示了激活和抓包的完整过程 其他功能的介绍 我会在目前最新的版本中给大家演示 这个抓包工具在2023年升级成了2.0版本 作者在telegram群跟大家讨论之后 采到了一些网友的意见 将图标改成了一个螃蟹 软件名字翻译成中文实际上是风暴嗅探气的意思 但是为了以后大家更方便讨论和传播 我们就一次将它俗称为螃蟹抓包 正如htb卡球软件图标像一个网球 大家就俗称它为网球抓包一样 之前我们还介绍过数据软件 俗称锤子抓包 那现在数据软件的作者已经不再更新它了 螃蟹抓包软件的出现 可以说是可以完全替代数据软件了 它比市面上所有的抓包软件功能都要全面 当然htb卡球软件也是有自己的特点的 一直有人维护更新它 以后我们就主要用螃蟹抓包和网球抓包 来学习更多的htb支持 并且一起开发出这两款抓包工具的更多的使用价值 二眼零版本比一眼零版多出了几个强大的功能 除了抓包解析和重写功能 另外还支持脚本拓展和执行重放 这两个功能非常强大 很多人不知道怎么用 以后我会专门出视频讲解 现在我随便打开一组抓取的数据 来告诉大家这些数据列表中的字符分别代表什么意思 最上面带斜杠开头蓝色的字 是域名的详情目录 有时候也会包含端口和请求参数在里面 第二行彩色方块中的get是指htb方法 常见的htb方法有get,post,connect,put,等等 htb方法后面是这条响应数据的mime类型 常见的类型有json,html 还有各类的压缩包,图片和视频等等 后面的这三位数是htb状态码 常见的状态码有上百种 大家有遇到不懂的话 可以随时到网上搜索查阅 像htb方法和mime类型也是有很多种 我们不用一个个全部弄懂 当要用到的时候现学就行 htb状态码后面就是host 也就是域名 host加上目录就是一个url链接 也就是网址 第三行这个一看就知道 是响应这条数据的时间 响应时间后面这个是这条数据的来源 以如这条数据来源于bvp这个软件的服务器 第四行带警号的字符是数据的序号 警号25就是抓到的第25条数据 警号26就是第二条一词类推 这个带键额的就是表示这条数据的大小 最后面就是响应这条数据所消耗的时间 以前我分享其他的抓包软件时也有相关介绍 还有疑问的话可以点赞收藏一下这个视频 这样大家可以随时到评论区留言问我 我们现在点击去看一下数据详情 我们可以看到消息头 响应头响应体 请求体参数 还有cookings和加载各种数据的耗时信息 我们将抓到的数据诱滑 可以添加到重放或者是添加到已有的断线重启规则中 点击更多 这样还可以过滤耗时的 将这条数据添加到白名单黑名单 当然我们还可以利用这条数据直接新建重启规则 导出HAR这个功能就是将这条htv交互数据离线储存 如果这条数据是常用的 可以收藏到这个软件中更方便分析 讲到这里可以看出 螃蟹抓包工具是非常强大且实用的 抓包功能中的过滤器 可以将断点重启过的所有的数据过滤出来 这样就能快速的知道相关数据是否重启成功 我们自己也可以添加通配服去过滤数据信息 例如将图片或者是视频过滤出来 或者将单独的某个客户端的所有的数据过滤出来 过滤器里支持用正的表达式匹配 自定义添加的通配服可以单选或者多选 正常使用的情况下我们关闭过滤器即可 黑名单功能是可以用来过滤一些广告host的 或者是一些烦人的验证信息等等 黑名单功能里也能用正的表达式 我之前有专门发视频讲解过正的表达式的所有的入门知识 感兴趣的可以去看一下 接着来看螃蟹抓包软件最强大的断点重写功能 名称和描述可以随便填写 当我们选中数据兴建重写时 会自动填写好URL表达式 如果没有选中数据直接兴建重写 那我们就需要手中自己填写 在添加规则的选项里可以选择文本替换 用过抓包工具的朋友应该都知道 平常抓包请求数据信息或者响应体 都能自定义规则直接替换掉 航械抓包软件的重写功能里有一个很独特的功能 就是这个以默考模式添加断点重写规则 莫可翻译成中文就是伪装的意思 我们可以利用此功能将整条数据全部替换掉 可以用本地数据或者是远程服务器的数据替换 另外还有消息头替换和重定项的功能也很有用 以后我会分享很多关于 螃蟹抓包软件的重写规则去破解软件 感兴趣的欢迎电脑的预兽频道 另外还有脚本扩展这个功能也是螃蟹抓包软件特有的 本人视频就不去做赘述了 以后在实战运用中我会详细的跟大家说明的 重放功能顾名思义就是 试试重复播放某一条http交互数据 这样就能解放双手让服务器自动重复加载某一条数据 最后再来跟大家说一个很有趣的功能 就是这个云同步 有了这个功能不仅可以让登录统一账号的设备获取云端数据 还可以更便捷的去分享锻炼重写规则 例如我来分享这条锻炼重写规则 选择重写列表中的某条规则 点击右上角的分享按钮 再导出导出前可以设置加密和限制设备的使用数量 导出之后会生成一个口令 当别人复制这条口令 然后打开旁边抓包轮件以后 就会自动弹出一个口令分享的提示 我们点击导入就能获取到这条重写规则直接使用 由于这条规则是刚才分享的时候被我加密了的 所以规则信息无法看到 选中这条规则 启动重写和抓包功能就可以直接去使用它了 这个软件作者会不断优化这个storeslive抓包工具 相信以后这个螃蟹抓包软件会越来越好用 网友们给这个软件的评价也大多都是五星满分 由于是刚上架不久的软件 偶尔会有一些用户说自己的iOS系统无法安装使用 我反正已经用它破解了很多的软件的vip了 大家看完视频感兴趣的赶紧去试一下吧 后期我会分享更多这个软件的用法 原创不易 感谢大家的点赞和订阅支持 关于这个iOS抓包软件的新手入门知识 本视频就已经讲解完了 我是梁兄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今年 欧阳 4 本来 我们下期视频你还是没ixon 聊天 成片 公子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